大家好 咱们讲一下如何从八字预测车货 一般情况 八字中看车货一般的以印销为主 这个印与销 它都为车辆 要看这个的变化 还有呢 要结合大运流年六轻之间的生壳制化 看八字中看车货 第一呢 要看商销的生壳变化 第三呢 要看消杀的变化 第四要看官杀的变化 不管是哪种变化和生壳关系 它都要参考大运流年 其中有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月柱的变化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月柱 八字中印销它为车辆 为什么要看月柱的变化呢 因为这个月柱啊 它为鹿 如果月柱在大运流年的作用下发生了明显的鸡胸变化 它就容易出现车货 为什么说呢 月柱物像中代表鹿或者路途之中 或者行使之中 这就是说月柱的现象 咱们看一下这位女士的八字啊 看八字之前先分析一下空王 这八字格局呢 就是七杀是为用的 四伙是为用的 销星它是为祭的 因为它是新旺格局 这个这是新旺格局七杀 积土为用 销星为祭 因为销星限制积土七杀 销星为祭 你看那个销它就是为车辆 七杀是为路上 你看到了吧 它这个八字中 你看它这个2011年 2011年这年是新某年哈 两个心金 流年心金 大运心金 这是年运两个心金 帮佛销星 销星为祭 并且三个销星制七杀 这说明什么一个问题的 销星制杀 代表在路途中容易出现 车辆上的不利 或者说呢 容易出现车祸 或者在车上 在路上容易发生车祸 或者因为车辆而发生不利的事情 都可以这样推演 2011年这年 10月份发生车祸 但是这次的车祸呢 危害不大 没有构成是明显的伤害 这个201120新某年 是三个销星 谢 基土七杀 这是不利的现象 三个销星 谢之七杀 销星谢七杀 这是不利的现象 还有一个现象 2013年 这年是鬼四年 你看 他这个日柱是鬼四 以前的视频中讲过 大凡日柱在流年出现 或者大运出现的时候 他就容易出现一些呢 鸡胸参半的事情 你像这个鬼四 日柱出现在流年 这一年 他必然要出现一些 很明显的变化 2013年 这年上呢 是四害相冲 并且呢 四伙 在流年 被仇妥汇制 鬼水并且比较旺 2013年 拉月费发生车祸相当严重 八字中看车祸呢 他要看不同的八字组合而定 月柱是一个很明显的参考 还有一个呢 印销星 他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参考 这点呢 要加以的注意一下